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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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麟啊 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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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我调查出一点事情 但是还没有找到真相 先别着急 那个牡丹 不简单 管它简单不简单 现在关键是我们要先走 时间来不及了 快走快走快走 赶紧呢赶紧呢 要知道把它困在里头 我费了好大好大的劲呢 我们得赶紧呢 要不然来不及了 回头还得把它给放出来 牡丹 弘灵爷爷 怎么办啊 我们出不去了 相信 真好玩啊 你看 师伯师伯 到底怎么办啊 还有一刻就天亮了 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时机 问清楚张臣和太子妃的事啊 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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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臣啊 张臣怎么过来了 你赶紧把它引开 不然它会跌入迷阵的 我 阿姨 你快去呀 快去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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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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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我是张臣呢 你在哪儿啊 我们在竹林里面 我们在竹林里面 看到我们了吗 你是独自一人吗 弘灵爷爷也在吗 什么弘灵 你胡说八道什么 快来救我们 我在林子里 我好害怕啊 你再大声一点 我找不到你 听到我说话了吗 喂 人呢 人呢 救命啊 救命啊 张臣 张臣 牡丹 你怎么 不要再说了 赶紧跟我走了 走了 张臣 来救救我们 金牡丹 你不用到处张望了 谁在说话 你先别管我是谁 我现在有问题要问你 你好好地回答我 回答好了呢 我就放你出去 你说 我问你啊 你一边跟张臣有婚约 一边又要当太子妃 你跟你爹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不管 放我出去 你别装了 你们到底想对张臣怎么样啊 我知道了 你是张臣派来的 你们根本就是一伙的 不许胡说 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去那边 小姐你看 糟了 小姐 小姐 小姐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以为自己迷路了呢 那你刚才为什么跟红灵的爷爷在一起啊 张臣 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了 牡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可能 不能跟牡丹成亲了 是不是 我今天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 让金叔叔和夫人生气了 不是这样的 你还是忘了牡丹吧 为什么 你到京城来 是为了要为你爹破案 你还是忘了牡丹吧 再好好读书 跟牡丹在一起 不是你自己的决定 你没有必要为了任何人去改变自己吗 我没有去改变自己 就是有的时候缘分的事情 谁也控制不住的 都怪我不好 我太自私了 为了我自己 偏偏让你跟牡丹在一起 牡丹 你在说什么啊 要你看 包丹 你 ��家 要别来 或许인이 否定 哎呀 姑娘 谁 伍满 庶 Alicia 她 天上钓是个仙女 兄弟们 带回去给我尝尝 往哪儿跑 你们好大胆 知道我家小姐是谁吗 管你谁 放开她 放开她 你别过来 放开我 你知道我爹是谁吗 我爹是当朝宰相金虫 你们要是敢动我一个豪猫 我爹不会放过你们的 这荒郊爷领的 皇帝老二我都不怕 你爹就是个宰相 有什么了不起的 求你们 给我尝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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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快走 你没事吧 走吧 小姐 小姐 虫丹 小姐 虫丹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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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针 小姐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家牡丹呢 你说话呀 我家牡丹呢 夫人 牡丹没事了 我昨天晚上看见牡丹小姐 从会儿出去 就一直跟着她 都是你 你把牡丹拐跑了一夜未归 你怎么敢说她没事呢 金夫人 张针所言句句属实啊 你还在装 谁不知道你天天盯着我女儿啊 我告诉你 我女儿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不会放过你 告诉我我女儿在哪儿啊 我 我最后一次看见她 就是在紫竹园 紫竹园 走 去紫竹园 是 是 刚才 谢谢你 不用客气 嫂子 上马吧 你说什么 嫂子呀 嫂子 张针是我兄弟 你是她的女人 那我只能管你叫嫂子了 谢谢 那那天是谁啊 谁跟我说 你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谁啊 是我 所以你要看清楚啊 我是金牡丹 这个我知道 你是金牡丹 为什么呢 中秋节那天晚上 为什么跟我说那么多 为什么要帮我 还有刚才 为什么要救我 就是因为 我是张针的未婚妻嘛 正是 我不漂亮吗 漂亮 还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 你不喜欢我 喜欢啊 但是你是张针的女人 大丈夫 有所为 有所不为 错 大丈夫 让我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而她自己呢 却是一个躲在谎言背后的懦夫 把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拱手相让 说是为了兄弟 这样的人 凭什么叫大丈夫 我看那些流氓应该不会再回来了 如果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你不能走 你要走的话 我真的看不起你了 也有什么人 是你金牡丹能瞧得起的 像你这种人 我是非常清楚的 从小到大 总有人围着你哄着你 为你争风吃醋 可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为什么 是因为你只爱你自己 除了赞美的话 你什么都听不进去 我要告诉你的事 这个世上 所有的女人 对我展风来说 都是一样的 我是不会为了一个女人 而跟我的兄弟反目 我提醒你 对张珍好一点 不要想什么坏主意 为什么要这么说我 我能有什么坏主意 为什么在你眼里 天下所有的女孩子 都是一样的 你说 梅传 这件事情 是张珍设计的 你跟她是同伙 你别走啊 但是 看在你今天救我的份上 我可以饶了你的 你别走 我跟你说 你别走吗 你要走的话 你会后悔的 坏蛋 小姐 坏蛋 你别走吗 别走啊 大坏蛋 快 待会儿要有人问起来 你就说是张珍和刚才那个坏蛋 对我意图不轨 把我掳到了紫竹园 小姐 我看张公子和刚才那位 是一心一意来救你的呀 这会不会是什么误会 还有 上次张公子在山上救了小姐 我看她也不像坏人呀 谁让他们两个都对我不好的 你别管了 你就照我说的做吧 回去了 小姐 怎么回事啊 才来 这 我被张珍那个同伙给害惨了 小姐 你是说张珍拐带你到这里来的 不说了不说了 回去了 爹 爹 昨天张珍对我意图不轨 昨天晚上她把女儿关在紫竹园里 关了一个晚上 爹 你帮我出气吗 爹 女儿啊 娘早就跟你说过 那个人不是好人 你偏要跟他好 我什么时候和他好了 爹 爹 你真的忍心女儿就这么被人欺负啊 你忍心吗 好了 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 官人 那个张珍啊 太猖狂了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当然了 双儿可以作证的 我现在问你 是真的 请张珍过来 是 老爷 爹 您给我做主 我不想嫁给他了 咱们退婚 让他走好不好 是啊 官人 就算这件事情传到皇上那儿 也是情有可原呢 我自有分寸 老爷 张公子到了 他 杰叔叔 杰夫人 牡丹 正儿 叔叔问你 你昨晚是不是真到了子竹林 见到了牡丹 是的 张珍 昨天晚上 为什么把我关在竹林里面 我那么喊你 你听不见吗 你为什么不救我 我 你一直在跟牡丹私下见面 是吗 实不相瞒 却有此事 请叔叔原谅 你有一个朋友叫做斩锋 是一位四品带刀侍卫 是的 好 爹 那就清楚了 总算是抓到了张珍的小辫子 这回可以置他于死地了吧 事情没那么简单 张珍还有包着裤子 我这回倒要看看 这个一直跟我唱反调的包黑子 还能使出什么手段 这包着可不是好惹的 官人 你一定要小心啊 人赃俱获 看他张珍还有什么话说 也正好杀一杀那包黑子的威风 是啊 满朝文武 就数那个包黑子不开眼 老跟你作对 可惜啊 这大好青年 前途就这么葬送了 那要怪 只能怪他和他爹一个德行 不识时务自不量力 不对啊 他比他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年他爹还灰溜溜出了京城 这个张珍没他爹的本事 还想躺避当车 官人 这次我们就让张珍无法翻身 是 包大人 金丞相 包大人 请 传张珍上堂 代张珍上堂 可有此事啊 可有此事啊 包大人 草民冤枉 请包大人明察 既然如此 那就当面对之 可有此事啊 金木丹 你把事发情形一一到来 当面对之 请包大人为小女做主 昨天下午 小女在紫竹园里散步 突然就迷路了 彻夜没有办法走出紫竹园 小女觉得特别地恐慌 但是在夜半时分 小女看到张珍在紫竹园外张望 小女就大声地呼喊 但是没有想到 张珍她居然不理我 我没有啊 包大人 我昨晚回家 半夜的时候 我看见牡丹 跟一位老人家离开金府 跟着他们来到紫竹园 后来你跟我说话的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话了 哪儿有什么老人啊 牡丹小姐 你何必要污蔑小生呢 你怎么胡说八道呢 包大人 她真的在胡说八道 求包大人为小女做主 包大人 我 我 启禀大人 流氓之首领廖世良已为情祸 上来 张大哥 你害得我好惨哪 你是谁啊 我根本不认识你啊 你指示我绑架金牡丹 说指示吓唬吓唬他 还说一旦被抓你替我摆平 现在倒好 你害我被抓 你叫我怎么办哪 廖世良 你所言属实 当然属实 小人欺甘愚动青天大老爷 你为什么要污蔑我 你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金牡丹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包大人 请为小女 讨回公道 包大人 现在已有人证证明 张针意图绑架我家牡丹 请包大人做出判决 你不认识你 专相大人 张针可是你金家的未婚女婿 所以你应该清楚 这绑架可是重罪啊 张针能做出这种事 我们之间还有情分可言吗 包大人 正因为嫌犯是张针 所以你才犹豫不决 谁啊 把廖氏良押下去 听候乏落 求大人宽恕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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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大人宽恕小人哪 不好了 张针被惊宠抓到开福府去了 什么 什么 金牡丹一口咬定张针 勾进恶人绑架她 张针没有啊 她为什么这么说 金牡丹这个女子啊 实在是不一般哪 她一心想当太子妃 可是碍于跟张针有婚约 而且张针更有皇上的关照 所以她才出此下策诬陷张针 正好解除婚约啊 解除婚约事小 张针若被判有罪 要被关在牢里数十年 她一生就毁了 那我岂不是害了张针吗 我们替她想想办法吧 金牡丹收买绑匪做伪证 我们也可以做张针的人证啊 说她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啊 这不管用 张针亲口成人到过紫竹园 见过牡丹 这么一说明显就是伪证 只会对她更不利 那还不简单 我也变做金牡丹 我说我当时就在紫竹园 张针就跟我在一起 怎么样 这主意虽然有点不周全 但是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 救人要紧 我们见机行事吧 嗯 好 好 走吧 张针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博大人 我 你有话就说 不说就等于认罪 牡丹小姐 你真的是我所认识的 牡丹小姐吗 为什么 你要做出这样的事 包大人 您要为小女做主 金叔叔 我真的不明白 我们两家的交情已有数十年 就容不得我一个张针吗 为何一夜之间 将我们两家情分全部抹杀 您居然宁可相信一个 无恶不作歹徒的谎言 也不愿意相信 我张针的一句实话吗 好 承儿 张针 律法之下人人平等 不容说交情 放在我眼前的 就是事实 我相信的 也就是事实 这也是包大人的办案理念 成真啊 你可有什么有力的人证物证 来证明你的清白 包大人 外面有一女子自称是金牡丹 金牡丹 带上来 来者何人 小女金牡丹 叩钱包大人 爹 怎么会这样 你是什么人啊 你为什么要冒冲我 你 包大人 张珍的确到过紫竹园 但是她并没有绑架小女 实情是这样的 小女和张珍早已互相爱慕 小女跟她在一起心甘情愿 她又何须绑架小女呢 你说的是假的 你才是假的 包大人 你要为小女做主 请包大人为小女做主啊 荒唐 荒唐 丞相大人 牡丹相亲 难道府上有一对孪生千金 绝无此事 那就是说 两位之中 必然有一个是假的 包大人 我是真牡丹 她是假的 包大人 我是真牡丹 她是假的 我是真的 你是假的 你是假的 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 你是假的 你是假的 我才是真的 既然只有一个牡丹 其中一个必然是假的 竟然敢在宫堂上兴风作浪 休想盟魂过关 不得了 包大人动入她的天眼了 是啊 不管什么样的幽默鬼怪 刀单时啊 都会无所端心的 是 是 是 哎呀 师父 别着急 别着急 去去去去 大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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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像有一团雾气 向我拥过来 一下子就把我押住了 大人 您说的雾气 莫非就是妖气 在这宫堂之上 竟然有两个精神 他肯定是想阻止大人您 用天眼来测清真伪 那公孙先生 包大人 带卑职拿照妖镜来 一探究竟 完了 拿照妖镜来 赵俞 你们两个一同帮我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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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哦 铃� 六 舞 王莱 王莱 果然这里是妖妖气成天 此妖看来法力非同凡响 非常人所能降服啊 真没想到 包大人如此正气 开封府里居然有妖怪 先将三人收押 容后再处置 是 爹 爹 包大人 两个牡丹其中一个是妖 是吗 这个还有待证实 如何证实 面对他们你完全手足无措 张真摆明是与妖孽勾结 加害我家牡丹 丞相大人 可记得当初张真初到京城 破获梁金禅一案皇上召见了 当天在金殿之上 张真并没有提起与大人的关系 都是大人你主动提起 桂千金跟张真有婚约 包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本府并没有看出 张真有加害桂千金的意图啊 你是说我污蔑张真 本府并没有辞议 包大人 你如此袒护张真是何居心 丞相大人 你这么急着要把张真送入大牢 又是何意啊 两位大人只是立场不同 何不从降计议 咱们可以合力找出解决的方法 您看如何 这并非我之责 包大人 你不分青红皂白 将我家牡丹和妖关在一起 如果出了什么事的话 你要负全责 丞相大人 那金牡丹可是丞相大人的亲生女儿啊 想必大人一定能辨别出真伪吧 把门打开 是 等我 等 你知不知道我爹是谁啊 你知不知道你如果这么对我的话 我爹要是知道了 他不会放过你的 你知不知道 大人既然发话了 我就不客气 请 把门锁上 是 走 走 妖怪 就是你这个妖怪害的 今天我这个样子 你满意了吧 妖怪 你看着吧 你个妖怪 你个骗子 你们两个人 不会有好下场的 会有报应的 会有报应的 你等着吧 张真 放心 有我在 没事的 怪不得牡丹一直对我忽冷忽惹 原来 有两个牡丹 再是 你 一点 不会没人 你 可 什么 第三个虎子 你救我们出去吧 我和张珍两个人 都是无辜的 你给我闭嘴 我才无辜呢 爹 你不觉得吗 包大人是故意 骗探他们两个人 你赶紧治他们的罪 把他们两个关在这儿 永远不放他们出去 姑娘 请你说话放肃重心 你给我闭嘴 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知道吗 爹 你想想办法 救救我跟张珍吧 来人哪 丞相来了 快放我出去 爹 你放我出去吗 我听你的话 你想一想 我是丞相你的女儿 被关在这个地方 你颜面何存啊 是不是 我实在分不出 哪个是我的牡丹呢 爹 你在说什么呢 我没听错吧 我们俩生活了二十年 你跟我说 你不认识我 你不相信我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爹 你别这样好不好 我听你的话 你赶紧吧 你别再装了 你胡说八道 说不定你就是妖 我是妖 我是妖那你是什么 我不是你生下来的吗 爹 你赶紧放我出去 要不我会死在这儿的 爹 你救救我吧 你放心 你放心 女儿在这儿 会照顾好自己的 我是真的 他是假的 是真是假 等包大人来判定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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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你怎么那么狠心呢 我是你亲生女儿 你把我跟妖怪关在一起 你怎么那么狠心呢 爹 你回来 爹 爹 爹 你回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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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牡丹相识指的数语 也能变出两者之分别 金叔叔 怎么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认不出来 还是 他另有目的 若是这样 不是太可怕了吗 为了达到目的 居然让亲生女儿 被关在牢里 小女金牡丹 偷见包大人 爹 爹 官人 你居然会认不出我们家牡丹 是又怎么样 我不相信 我要自己去看看 你给我好好留在这里 没我的允许你哪里也不准去 什么都不许说 可是牡丹 她现在被关在牢里呀 和那些妖精在一起 我怎么能忍心让她受这么大的罪 这事我说了不算 大人 夫人 若兰小姐来了 哥 嫂嫂 是 官人 你还有脸来 你收养的好儿子 现在和妖精一起来害我的女儿 当初我就说不留她 你求情让我把她留下来 现在好了 你就是瞎了眼 嫁了一家那样的人 嫂嫂 你说我什么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说文祥和珍儿 你 好了别吵了 送夫人回房去 是 官人 我告诉你 如果我女儿有什么事 我不会放过你 哥 若兰 你有什么话说吧 哥 请你相信我 这人他绝对不会绑架牡丹的 他绝对不会请你相信我 难道你认为我和牡丹 有必要诬告张真 若兰 人正俱在 我知道这个消息 一时之间也很难接受 你说 如果文祥在天之灵 得知他儿子如此所为 会何等伤心 哥 既然你看在文祥哥的份上 就算珍儿做错了什么 有什么事情不能在家里解决 非要闹到开封府去呢 若兰 你反过来想想 张真做这种事的时候 有没有念我这个叔叔 哥 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追究吗 是 是 你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 求求你 你就饶了真儿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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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从今以后 我们就不再是兄妹 哥 究竟是为了什么 你连兄妹之情都能舍弃呢 是我不念兄妹之情吗 你想想 这么多年你念我这个哥哥吗 你一早就是十八年 音讯全无 你现在回来了 带给我们什么 你一点都不为我们想 反而帮着外人说话 你还念兄妹之情吗 若来告辞了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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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箴儿 张珍 箴儿 箴儿 娘 娘 对不起 你是什么样的人 娘还不清楚吗 还有我 我也相信你 你们两个牡丹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 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跟你们说啊 张专步稀罕你们 谁是妖怪 我是妖怪 你才是妖怪呢 你全家都是妖怪 好啊 我全家是妖怪 你不是妖怪 你是金牡丹 让你爹来救你了 你爹认不认你啊 死妖怪 你在这儿待着吧你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知不知道啊 今天要不是 我被这个妖怪陷害 就你 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我 见你干嘛 左脸欠仇右脸欠串 好了 唐欣 不要讲了 死妖怪待着我 蓁儿 你一定要坚持住 您放心吧 清白的人 自会得到公道 您放心 那娘先走了 不行 我们得想办法救救珍儿 我们人生地不熟的 怎么想办法啊 风儿 我们可以找风儿帮忙啊 兰姨啊 那个贪官现在都自身难保啊 姓金的一家族说他是帮凶啊 到处派人鸡拿他呢 那该怎么办呢 算了 我们还是自己在想想办法吧 谢谢 谢谢 洪灵 洪灵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夏哥哥 你怎么来了 我该怎么办啊 你放心 师伯借来了水母奶奶的隔空窗物镜 你现在马上打坐 秉气宁神 将体内的真气汇于百汇学之中 马上就可以出去了 你还在想什么呢 快啊 在太阳下山之前 如果还没出去的话 这发力就失效了 我不能一走了之啊 现在金府的人步步紧逼 我要是走了的话 他们一定会落井下石 会把张针置于死地的 你现在已经是自身难保 包装可变阴阳 早晚会知道你的身份的 况且 时间一过你就有变回原型的威胁 整件事情都是因为我而起 要不是我的话 张针也不会深陷淋雨 只要能把张针救出来 我就算是豁出的性命 我也愿意 罢了罢了罢了 就陪你疯一回 那你乖乖在这里待着 我回去跟师伯他们讲 大家不会不管你的 夏哥哥 告诉大家 我很想他们 本案先有两个牡丹 一个是真 一个是假 两个牡丹外形相同 行为举止却是 大响径庭 他们一个指控张针 另一个却庇护张针 若能判定谁是真牡丹 谁是假牡丹 便能判定 张针是否清白 大人的意思是 若指控张针的是真牡丹 即张针有罪 若是包庇张针的才是真牡丹的话 那就是说张针他无罪 也不一定 那真牡丹的话 未必是真 假牡丹的话 未必是假 那当然 那该如何判别这其中的真伪呢 大人 不好了 不好了 何事惊慌啊 又来了一位包大人 你可看清楚了 千真万确 我不仅看到包大人 还有公孙大人 连张龙罩虎王朝马汉都来了 真有此事 你去 把那位包大人引进来 本府倒要见识见识 请他们进来 是 你是包拯 本府正式包拯 你又是何方神圣 为何假扮本府啊 自古道 恶人先告状 今日看来 确实没错 我这真老包还没有开口 假老包反而倒打一盘 假作真实 真一假 有些事何必那么认真呢 我劝你啊 还是早些离开 省得自寻烦恼 听你这话 似乎话中有话呀 看来今日 定是为牡丹而来 对 今天 你若不管真假牡丹的事 满江风浪自然停 如果你执意为之 如果你执意为之 恐怕是三缸清水 六缸魂啊 看来咱们五百年前是一包啊 本府和你一样执着 不问清楚原由 我绝对不会拔兴 既然如此 咱们只好去宫堂上 见真章了 有人要来帮我梳理此案 本府自然求之不得 来人 传召有关人等 即刻上堂 朕合我意 升堂 真是天助我眼 我都要看看这个包黑子 要如何收拾残局 那大人的意思是 一石二鸟 彻底铲除 挡在前面的眼中钉 这案子发展下去 一定会闹上金鸾殿 到时候 我们就致包黑子 办案不利之罪 要是一切顺利 还能让他也担上勾结妖孽之大罪 大人英明 只要我坚决不认牡丹 这包黑子就无计可施 他断案如神的英明 就毁在我手里 但万一 没有万一 没有万一 要是禁热 让一让 麻烦让一让 让让让 谢谢啊 唯 难以啊 怎么有两个报情天啊 展昭也有两个 怎么回事啊 带两位母带上堂 对 本府正有此意 带他们上堂 牡丹叩见包大人 小女叩见包大人 哪位是真哪位是假 你们两个至今还不肯承认吗 对 如果你们再不承认 一切将由本府定夺 启禀包大人 小女的确是如假包换的金牡丹 希望包大人 把那个鱼木混珠之人揪出来 还小女一个清白 这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本府自当明了 一定还你清白 那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我都觉得笑话 你们断案的人自己都分不出真假 有什么资格来断我们的真假 放肆放肆 果然不愧是我金宠的女儿 一句话就我的包黑子哑口无言 案子要断得明白 又有何难 案子断得明的是真的 案子断得不明的是假的 这话不假 这是非真相 本府心中 早有定夺 你们两个别在这装模作样了好吗 真没想到 鼎鼎有名的包大人 也就是这么一点能耐 大胆 大胆 要说大胆 小女子比不上你们 公堂之上 日月双旋 才大胆荒谬呢 好一个刁钻的小姐 公堂之上居然临危不乱 实在是阴狠至极 这个包黑子 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我一定要小心应付 要不然功亏一篑呀 本府断案 自有判断 还轮不到你来智慧 此事皆以你们而起 等揭晓你们的真假 真相自然大白 来啊 传金夫人 对对对 赶紧传金夫人 你别管这么多 一切以我所言去罢了 民妇叩见包大人 金夫人 你是牡丹亲娘 十月怀胎将其养大 想必一定能辨认牡丹真假 你且上前辨认一二 对对对 是真是假 你可看清楚了 千万不要随意妄测啊 娘 娘 娘你看什么呀 我是你女儿 你还看别人 娘 带我回去 带我回去啊 我带不下去了 快点 快点 好好好 女儿再忍一忍 娘马上带你回去啊 娘 我在这度日如年 赶紧带我回去吧 金夫人 你可能辨认一二 包大人 民妇记得 我女儿左手有块胎计 我有我有 牡丹 娘 我也有 这 两位大人 看来那人也无法辨别真假 实在帮不上忙啊 好极了 就连做娘的都认不出 我看这包黑子 能拿红领怎么办 既然娘亲都无法辨别 那本府 就更没法辨别了 不如 不如再传张针 问个水落石出 就连植物 传张针 对对 传张针 张针 张针 草民张珍 叩见两位包大人 张珍 你可知罪 敢问大人 张珍何罪之有 你身为鸿门秀才 本应知书学理 为何刻意燃指牡丹 做出有违伦理之事 真真假假 一切祸由你起 来啊 隔去张珍秀才 拖下去 重则四十 不要打 谁敢打的 我跟你们拼了 请慢 不要打他 这一切尚未查明 怎么可以如此草率呢 包大人 如今真假未变 只看到大致案情 没错 张珍牵涉其中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我和牡丹小姐 根本没有做任何 根本没有做任何语举之事 我们一直都恪守礼法 如果因此而责罚张珍的话 张珍不服 不管如何 总归你行为有亏 休得胡言 来啊 给我打 是 好个包拯 竟然想用这招 释出牡丹的真心 果然不愧是包青天 大人 大人 张公子是无辜的 你们不可以这样 给他 好了 这真假已经分明 上前保护张珍的是真 而莫不关心的 一定是假 凭什么这么端案呢 要我看啊 这包青天也是个假的 要不 这是包青天图有虚名 放肆 这位小姐说得极是 光凭这一点 不能断案 事事摆在面前 何须再审 这有情是真 无情是假呀 有情是真 无情是假 你不要和我争辩 是真是假 让张珍来判断 说得有理 那张珍 本府问你 这堂上哪一个是真牡丹 包大人 我不清楚 哪个是真牡丹 哪个是假牡丹 我只知道 在我身边的这位牡丹 多日以来 一直对我是有情有义 是我在碧波坛的时候 一起陪着我 花钱月下 一起陪我读书的金牡丹 他一直鼓励我 悉心地照顾我 他对张珍情深义重 我绝不会忘记 你就是无耻 还有你这个妖怪 你们两个合起伙来回我的名誉 包大人 要为小女子做主啊 两位大人 请从速判案 以正视听 你口口声声说 你是真包拯 那本府问你 这开封府断案 凭的是伦常 还是律例啊 自然是以法为先 既然如此 那这大宋律例 又有哪一条哪一款 适用于今日之情况 真假之案 案情复杂 确实没有先例可循啊 那本府问你 既然没有先例可循 又当如何断案 是否应以伦常判断呢 以情出发 以事判断 那好 金牡丹乃是大家闺秀 自是家教不凡 定是温柔贤惠 而张真和金牡丹 自幼定下婚约 这牡丹 也可以说是张家 未过门的媳妇 本府问你 这世上可有什么贤惠小姐 会看见自己夫君挨打 而不心疼的 本府据伦常办案 有情是真 无情是假 又有何不妥啊 谅你也回答不出来 来啊 把那个故弄玄虚 假扮牡丹的无情女子 压下去 是 别听他胡说 我是真的 你们别碰我 是非不分 你就是个混官 你们这么对我 你该当何罪啊 竟敢咆哮公堂 重则二十 谁敢打我的女儿 娘 我的 我的 别碰我的女儿 金夫人 你口口声声声说 她是你女儿 难道夫人早就知道 谁是真正的牡丹 我 那人只是一时不忍心 请两位大人不要见怪 不是的 不是的 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夫人 我 两位大人 内人因为女儿心绪不稳 请两位大人暂时休堂 歇息一下再做审查 不 娘 娘 我看金夫人有话要说 先把案件押后 等金夫人好转 再审也不迟 这 既然真假以明 又何妨再等商一等呢 那好 那就如后再审吧 为什么要如后再审啊 爹 为什么要如后 娘 你跟爹说呀 为什么 躺上那两个牡丹 粗粗看来 的确是一模一样 但是妾身仔细分辨 还是看出些端倪 是吗 听到包大人说 要给张真用刑 一个牡丹 忧心忡忡 愁眉不窄 另一个却毫不怜惜 无动于衷 咱们牡丹 一心要嫁入皇室 怎么会替那穷小子担心呢 张真借助金夫 谁知道牡丹 是否动了真情 官人 牡丹是我养大的 从小到大 他得礼不饶人 我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我们还是赶紧把牡丹带回来 免得那些妖孽 再获害我们金家 且慢 你若去堂上认出牡丹 才是真正祸害我金家 哥 牡丹在我身边整整十八载 他的一举一动 性格脾气 我又怎会看不出来 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其实不明白 我原来不过是想顺水推舟 赖着张真 挟持我家牡丹 撩断他二人的婚约 现在倒好 真家牡丹大闹开封 京城上下众人皆知 那其中一个定是妖孽 明眼人皆能看出 此妖痴恋张真 这两个人在堂上 眉目传情必定油然 如此一来 张真鸣声握握 又怎能再迎娶牡丹 更别想再京城立足 那就快点把那些妖怪给抓住 这妖怪竟然敢乱闯开封 闹出真假宝宫 实在是画天下之大忌 此事越闹越大 宝黑子也难以收拾 我看他一世英明 也难抵妖孽作怪 可是牡丹 现在被关在大牢里 和那些妖怪在一起 你教我 怎么能不担心呢 有什么好担心 城大师必须有所牺牲 牡丹稍作忍耐 他自可解除魂约 万他当太子妃之心愿 此事若成一箭双雕 岳父 金妇人可好 那人稍作休息 已无大碍 金夫人 金牡丹是你的亲生女儿 俗话说 织女莫若母 你的政策 对本府非常重要 你且上前仔细辨认 看哪一个是真正的金牡丹 夫人 好好看仔细了 娘 娘 大人 他们两个长得实在太像了 民府分辨不出 娘 娘 当真认不出 果然认不出 确实认不出 怎么可能啊 做娘亲的会认不出自己的女儿吗 好奇怪啊 爹 娘 你们怎么了 我是牡丹呀 你们的亲生女儿 我与你们十几年朝夕相对 你们怎么认不出来啊 怎么会这样呢 爹 娘 你们别听他胡说 我才是你们的女儿 我才是你们的女儿 你给我闭嘴你这个妖娇 不得在堂上喧哗 娘 你刚才明明认出我了 你为何还说我不认识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天下有你们这样的父母吗 娘 我才是牡丹 既然金夫人分辨不出 那奔赴只有 去寻找其他证据 本案押后再审 两位大人 你今日可要将小女还给我 人妖殊途不可共存 我家牡丹 咱可与妖怪共处一室 奔赴需要时间 包大人日断阳夜断阴 可以说是神通广大 今日之事你若不断 百姓如何能相信 我大宋父母官 证据确凿 方可断案 对 有了证据 方可断案 包大人 牡丹想起一个人 此人是张真的同伙 现在流窜在外 至今未曾归案 这人是谁 此人名叫斩锋 是四品戴刀侍卫 此人身怀武功 跟小女子 有过几次照面 那日小女子迷失子竹缘 时音便是张真和他 两个人合谋的 大人 你只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就水落石出了 此案与斩兄绝对毫无关系 请大人明察 张真 你有没有跟斩锋一起合谋绑架牡丹 绝无此事 那有没有可能是斩锋个人所为 不会 斩锋为人正直仗义 绝不会做出苟且之事 他现在身在何处啊 斩兄平时一向来去无踪 我张真也不知道他家在何处 望包大人明察 你撒谎 金木丹 你知道斩锋身在何处吗 小女不知道 斩昭 在 马上发出通缉令 将斩锋捉拿归案 是 本府暂时退堂 押后再审 不知包大人要与我商议合适 丞相大人和夫人刚才见过两位牡丹 可又变出什么蛛丝马迹 如果我们能看出来的话 还要你开封府做什么呢 也是 不过有些事情 包正想私下问明 不知可否 包大人请讲 张真在金府这些日子 牡丹姑娘与她相处得如何呀 张真借助金府 我与内子对她一向关爱有加 小女尚未出阁 代字归忠 还不便与她多有望来 这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况且他俩早有婚约 为何 丞相大人 不做他俩早日成婚呢 没错 我与文祥是墨逆之交 所以为儿女定下婚约 张真初到京城 却是明造一时 我等当然喜爱 不过俗话说 不过俗话说 卢瑶之玛丽 日久见人心 我们只有牡丹一个女儿 当然要为她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才能托付终身 听说金家三代不招白衣婿 张真不过是一介小民 看来丞相大人 并未有嫁女之意 若那张真勤勉读书 一心向上 我们自然会考虑这门婚事 不过看来 她对小女意图不轨 又与那妖孽有染 我想那子与我 都不会同意 看来事情并非表面那么简单 包大人 如今小女被那妖孽所害 你不去审那张真 变情是非 反而盘问其武 是何道理啊 包证不敢 浪费时间 今日之事必须有个了断 你若审不出来 我看你这头顶无纱 也应该摘下了 多谢丞相大人提醒 包证自有分寸 姑且不论这多多怪事 且看着堂上的两个牡丹 一个是铁石心肠 而另一个 对张真是 有情有义 态度截然不同 以卑职看来 金夫人其实心里早知道 哪位是真的牡丹 她只是受了压力 不敢直言 那公孙先生怎么想啊 卑职虽然不了解牡丹 但是对金丞相的为人 确实十分的熟悉 金丞相官居显赫 自命不凡 对自己女儿的婚事 她又怎么会这样草率呢 她若是真心地对待张真 当初她们到达京城 金夫人又怎敢将 她们母子二人扫地出门呢 至于收留张真 那是碍于 皇上对张真青睐有加 所以她是迫不得已 张真是来自普陀渔村 如今不过是一介不一啊 包大人 依卑职看来 有情有义的那个 是假牡丹 铁石心肠的才是真牡丹 卑职还认为 金丞相假装不支 不过是想借此良机 推翻婚约 也好让我开封府 上下难堪 那甲包长 现在何处啊 大人问得好 甲包整移入着后堂 便不见了综艺 到时候她自然会出来 包大人 不知道您想如何定夺此案 这甲牡丹虽说是扰乱公堂 但我看她对张真确实有情 叫人觉得似曾相识 禀告大人 有一位牡丹小姐求见 传 是 包大人 如果本府没有猜错的话 眼前这位 不是真正的牡丹小姐吧 包大人 小女子来 就是想澄清一切的 请大人恕罪 既然你我已坦诚 那请已真面目出现 原来是你 红灵姑娘 红灵见过包大人 见过公孙大人 包大人 红灵恳求你 释放张真 这一切都是红灵的错 跟张真没有关系的 快起来吧 谢大人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从头到来 不瞒两位大人 红灵 红灵其实是一条 有五百年道行的鲤鱼 本应在海底潜心修行 等待时机 一跃龙门 羽化登陷 可是侍逢龙王大寿 红灵便来人间寻找鹤鲤 机缘巧合 认识了张真 张真机智过人 却又宽厚善良 村里人都叫他小包拯 我努力撮合有缘人 就是希望能获取 新郎新娘 大婚当日的红灵 这就是红灵心目中 最佳的贺礼 红灵要撮合的第一段 就是文祥书和兰仪 可是没想到 天降横火 文祥书 在结婚前行 却惨遭杀害 虽然 红灵取得了有情人的红灵 可是龙王 却感应到背后的悲惨故事 难过不已 就命令红灵 以一百天为期限 去撮合已有婚约的 张真和牡丹 希望他的家人 能度过悲伤 重新获得美满和幸福 红灵便重返人间 可是当时 张真已经赶到了京城 红灵从此 便紧密相随 红灵姑娘 你事事以张真为重 为他基凶 协助他入学 甚至不惜化身为牡丹 张真很优秀的 不用红灵 他一样可以办到 至于化作牡丹 我并不是为了他 而是为了我自己 我想看他笑 我想他喜欢的人 也喜欢他 金服璀璨热闹 每晚金服一家都团聚在一起 张真却被嫌弃 独自守在碧波谈便 防射简陋 夜凉如水 无人问暖 张真一向在别人面前 都表现得很坚强 实则 他是不想令人担心 他无时无刻不在刻苦奋斗 如果有朝一日 他能考取功名 就能原家中之期许 更能迎娶牡丹 可是张真的这些 金牡丹从来都没有关心过 包大人 公孙大人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人总是贪慕荣华富贵 就不懂得珍惜真情呢 荣华富贵 人皆限制 这也许就是 世人所认同的美满幸福吧 也许 张真不能像那些贵公子一样 去给心爱的人荣华富贵 但是跟他在一起 每时每刻都是开心的 有了这一份感觉 世间的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 可是牡丹为什么那么傻 就不懂得珍惜呢 这就是说 每个人所珍惜的 都是不一样的 他就算不喜欢他 也不能这样去狠心地伤害他呀 道理很简单 那就是 你爱张真 他不爱呀 可惜张真 喜欢的不是我 你说什么 他心里喜欢的是牡丹 不过这也没关系 红灵本来就不能跟人相爱 可是包大人 公孙大人 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 让牡丹重新爱上张真 让他不要再伤害他了 感情的事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呀 可是张真怎么办呀 那你又怎么办呢 我 我 我怎么办都好 包大人 如果本案一定要有人受罚 那就是红灵 因为这一切都是红灵所做 张真毫不知情 你是说 张真一直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他真的不知道 红灵姑娘 你能说说那次绑架案的事吗 本来人跟我们之间 是不允许有爱情的 红灵打算跟张真告别 却发现金虫 要将金牡丹变成太子妃 我这才知道 原来金虫 根本没有打算让张真取金牡丹 我想不明白 既然如此 他又为什么 去认张真 为什么要将张真带回金府呢 我很担心 就连同师伯 将金牡丹困在紫竹林 而自己化身金牡丹 想回金府一探究竟 却陆于张真 他口中所说的金牡丹 其实就是我 换言之 把牡丹困在紫竹园的 是你 而非张真 是的 包大人 张真根本就没有绑架过金牡丹 他也没有勾结过妖怪 他根本就不知道 夜夜陪他读书的金牡丹 其实就是红灵了 包大人 开封府一向善恶分明 红灵自知闯下大祸 不敢奢求宽恕 只想恳请大人 请您释放张真吧 一定要还他一个清白 它是文香书和兰衣唯一的希望 你要罚就罚红灵好了 万万不可 包大人多有得罪 归老儿见过包大人 你们都起来吧 谢包大人 包大人 红灵是老儿的师侄女 他道行上前 不懂事事 那天在紫竹园中 困住牡丹的是我 在宫堂上假扮包大人 大闹开封府也是我归老儿 要罚你就罚我这老家伙吧 师伯 这是红灵犯下的错误 由红灵来承担 是前世注定 的缘 今生是否会遇见 一如过往的季节 孤独哽咽 无惧生死的笑脸 浅浅寂寞生爱恋 一封干了的泪线 只为你变现 我好想越过一心圆圈 去寻找一世的思念 如果你在眼前 我会让你看见 我好想越到天地之间 拒绝会失去了的信念 哪怕追寻千年 也等你出现 我好想越过一心圆圈 去寻找一世了的思念 如果你在眼前 我会让你看见 我好想越过一心圆圈 去寻找一世了的思念 如果你在眼前 我会让你看见 我好想越到天地之间 去追悔失去了的信念 哪怕追寻千年 也等你出现 才会让你拒绝人 去寻找一世了的思念 我好想越过一心圆圈 小牙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